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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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頭 那是愛哭 真的 很愛 帶我來這個BBQ 在經過十個大哈欠之後 大米把米媽從床上拉起來 說我們應該又到了母女的反省時間了吧 是不是媽媽 不是 很無奈喔 我因為 我一直想著一件事情 我們兩個要出發的時候 我自己很要好的朋友 就會跟我說 你們母女不會吵架嗎 你不怕你們出去以後 然後過沒幾天就吵架 這樣子怎麼能夠旅行環島一個月 要怎麼辦 你都不害怕 媽媽你猜我怕不怕 你不怕我不吵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覺得就是那個把我媽要很愛困的情況 把她拉起來講 講話是最最正確的決定 因為她會瘋瘋癲癲的 她就完全不像那個白天的時候 去拜訪農友的時候 這很會講道理 人精神的很 然後非常有邏輯 非常理智 然後現在呢 這種常常又不小心會講粗話 講髒話 沒有啦 米媽沒有這樣 好啦我們剛剛講的 會不會吵架這個啊 其實 要承認 是會吵架的 怎麼可能不吵 媽你知道我們已經從宜蘭 出發 距離現在環島已經進行多久了 忘記了 你都沒有在算 我有在算 第十 第三 第 第十位的 第十讚 哦 拜訪的人 大概拜訪十位了就對了 十讚 十讚 但是我們不是每一天就拜訪一位啦 這樣這樣會太累 我知道媽媽會倒下去 然後 大概是快半個月了 嘿 又打哈欠了 不值啊 然後一邊打哈欠 因為怕 哈欠就會撈 毛球 對不對 一打哈欠就會撈毛球 所以 嗯好 不好意思喔 媽媽我一路上都一直那個掀妳的底啊 都一直 當著別人的面 也一直那個求妳 求就是 讓妳出球 妳說真的 會不會偷偷覺得 女兒真的很不給面子 沒有啊 真的沒有 沒感覺 你臉皮厚成這樣 不是啊 好啦 那我要 今天的反省時間呢 最重要是 我要跟大家承認 我們真的會吵架 母女出門 而且都是已經是資深的母女了 資深母女 就媽媽年紀很大 女兒年紀也不小了 這樣一起出門 而且以往都是各自生活 根本沒有住在一起 那突然間 兩個一起出門旅行 而且朝夕相處 每天黏在一起 一起開車旅行 怎麼可能不吵架 媽媽妳說真的 妳最生氣的時候 這一趟路喔 快半個月了 妳記不記得 我們這一趟路上 哪個時候是讓妳心情最不好的時候 就是要睡覺啊 就妳一直講話 什麼 妳真的不能這麼說 不能這樣 我沒聽到妳在講什麼 這樣就不知道是生氣還是不能有聽到 沒有啦 認真啦 妳當時想想去 有妳有 妳其實有想去 幾次了 妳現在有印象 妳覺得 怎麼這樣出門 什麼事情 會讓妳 更動不住 開車不打方向燈 對 就是這個 開車不打方向燈 我明明都有打 我真的都有打 只是那個米媽的標準是 都一定要 前500公尺 400公尺 就要打 OK 不只是前500 400公尺就要打 即使妳是停在一個 有左轉車道 專用車道 妳停在那裡 妳也要打 那我就會跟米媽說 我就已經停在這裡 我就是在等著要左轉了 為什麼我還要打 一定都還要再打方向燈 為什麼媽媽 因為妳停錯位置 妳要趕快打方向燈 說妳是要轉那個車道 我沒有停錯位置啊 我就 那妳叫那個左轉道啊 那妳妳是要直走啊 沒有啦 我是說我當然也是停左轉車道啊 妳像那樣子妳也會叫我 一定要打方向燈 妳意思說妳已經停在左轉車道 為什麼我還要妳打方向燈喔 對 那妳問妳的好朋友看 是不是要打 打 你是只要打屁股吧 打 你是充滿恨意喔 要打方向燈啦 人家怎麼知道妳 停在左轉燈的那個格子上 不一定還是會左轉右轉啊 還是要打啊 那前面比如說 妳後面那一部車妳妳站在那個左轉 轉轉道 那剛好在那邊停 那立燈你還會直接走啊 也是會啊 那妳要左轉啊 那後面的不知道啊 就以為想說喔妳 妳不轉 為什麼妳不轉 我要轉啊 給妳 那妳再打方向燈就對了嘛 OK 大家可以想像喔 就是在當我有某一次方向燈沒有符合米媽的標準的時候 她剛剛念的這一串呢 大概在乘以五倍 那就是我會得到的那個獎賞 誰叫妳不打方向燈 所以我們這一路上呢 目前環島到現在我們母女說真的沒有什麼不愉快的 就是開車會鬧不愉快而已 因為都是大米負責開車 那要去什麼地方其實我也都沒去過那個地方 反正現在有Google地圖嘛 所以很方便 那其實米媽自己也是很年輕的時候就都會開車的 所以媽媽我知道妳開車不只技術好 妳雖然不認識字 可是妳的地圖就在妳的腦袋裡面 妳的方向感超級好 開車要守規矩 要再補槍一下 我要守規矩 我只是今天接到老家傳來的一張紅單 紅單 我阿爸在戶籍地收到了一張紅單 人生出門在外嘛 趕快把紅單攪一攪 我以後會注意就是了 但我說 這個 不愉快發生的時候 我們 我們算是和解的很快 沒有什麼和解 沒有什麼沒有和解 就講過就算 就講過就過了 一陣風飛了 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還有什麼 過不過的 也的確是 所以 如果還會有其他不愉快的話 還真是想不起來了 大概就是 真的想不起來耶 好像我們出門在外 我們分工也分得很好 然後 也不會有人一直賴床 不起床 然後讓另外一個人很擔心 對不對 剛剛講那個 那個 腦袋裡有地圖這件事情 我覺得 不知道應該怎麼克服 如果那個 大家有什麼好意見 也歡迎分享一下 我老媽呢 雖然不識字 可是她在考汽車駕照的時候 是滿分通過的 就是她用聽的 考試通過了嘛 那她腦袋裡有個指南針 她方向感非常好 那大米其實也還OK也不差 但至少我們都比較依賴的是Google地圖 所以我們吵得最激烈的時候呢 就是 我覺得那一條路 我已經看好了Google地圖 我就從這個交流道上去 可是我阿布呢 他腦袋裡的那個地圖 長得跟我就是不一樣 那我一邊在開車 就一邊跟他說 這樣對 這裡是怎麼方向 什麼什麼的 然後 米媽就 他腦袋裡那個地圖 怎麼怎麼轉 就是轉得跟我不一樣 可是呢 嗯 他就是有他的道理啦 嗯 老媽就是有老媽的道理啦 那最後是我跟老媽說 老媽我們把車停在路邊 然後把地圖叫出來看 沒關係啊 我們就依著地圖 至少我們兩個 總會有一個人是正確的嘛 可是我老媽不願意 我老媽說不用啦不用 你那時候就有點像是 就懶得跟我吵的意思齁 不是懶得跟你吵 因為你也聽那個小姐講話 那個小姐偏偏就是不能轉 他叫你轉你也轉 他500公尺轉 你就不到3公尺你就轉 他叫你400公尺轉 你就沒有20公尺你就轉 又他又叫你再轉回來 又再叫你轉出去 真的沒辦法呢 那個小姐呢 不是我們請了一個 車長小姐在車子裡 那個小姐就是 Google的導航系統 我真的很被那個小姐整死了 我覺得呢 開車在外頭旅行 對於陌生的地方 不能完全依賴導航 因為 他都會講 前方400公尺請右轉 那我車子要是開快一點 我也衡量不出什麼400不400的啊 然後如果突然出現了兩個要右轉 我就不知道到底應該是前面這個右轉 還是下面那個右轉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看著地圖 現在這樣子這幾天下來學到的經驗就是 嗯 腦袋裡還是得要有方向感 然後事前先把你今天要去的那個地方 的Google地圖先熟記一下路線的方位 哪一條路接哪一條路 大致上要知道一下 這樣子在被那個小姐誤導之後呢 還可以馬上反應過來 然後及時搶救 老媽 對啦 500就500 300就300 你都把他打折啊 所以他還 你就說奇怪 就叫偏偏剛才叫我左轉 現在又要叫我右轉 現在又要叫我左轉 對 我不跟老媽吵架 我跟Google裡面那個小姐吵架 唉 好吧 那今天先反省到這裡 另外一件小事情就是 我老媽因為那個膝關節開刀 所以她會在各個地方想盡辦法 用各種姿勢在做復健 因此呢 這個給家裡頭有長輩的朋友們一個參考 就是做復健 真的不用只是乖乖的待在家裡喔 也可以到處亂跑喔 然後遇到不一樣的椅子啊床啊桌子啊 即使像現在我老媽坐在我旁邊的這個小椅子上 他也在那裡抖腳 不是啊這個不叫抖腳 像小孩子在玩膝蓋一樣 老媽你覺得 在復健啊 復健也是這樣啊 那個醫生交代的啊 叫我這樣 常常這樣甩啊 我真的很喜歡那個半夜明明很愛睡覺 但被我拉起來的老媽的樣子 她就整個人變得很鬆散 白天的時候她真的是太敬重了 太太嚴謹了 老媽你白天也可以這樣嗎 還是說需要灌你喝什麼酒 你才會這樣 嗯 灌你酒就睡覺啊 哈哈哈 欸 我媽真的很鬆弛 她現在講話都帶著笑怪怪的 我還是趕緊讓她回去睡覺好了 大家晚安囉 老媽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